近日,有记者在机场拍到了SNH48在机场的照片 照片钟黄婷婷,并没有和团员走在一起 现身机场的他里面穿着鹅黄色的T恤 外面套了军绿色的脸体裤 背了一个黑色的链条包 整体装束非常青春 他戴着圆框的眼镜,披了头发,呆呆地看向镜头 青春妆容让众人无法不爱 而在这不久,一年一度的SNH48总决选结束 而本来人气很高的黄婷婷却遗憾排名第二 第一算是黑马,很多人并不相信这样的结果 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改变 不过第一名的李一彤与黄婷婷在之前还有过不小的风波 更是在微博上岸讽黄婷婷 两人关系突然的变坏,让很多人都惊讶 大部分人都认为李一彤和黄婷婷反目 是因为居静一的离开 之前一直有四千年男女的美女坐在第一位 李一彤和黄婷婷还可以友好相处 但是居静一的突然逃,让第一的王座空着 于是他们两人之间也不再是朋友关系 因为利益,两人敌对,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其实,两人在很早之前就闹不合了 有网友穿之前李一彤非常喜欢黄婷婷 喜欢的程度似乎超越了朋友之间 于是网上顺势出现了很多CP粉 李一彤平时在微博上对黄婷婷热切的互动 不过因为黄婷婷并没有像她那样热情的回复 李一彤觉得气不过 于是在微博上狂怼黄婷婷 这是活生生的由爱生恨的例子 不过还有网友说了另外一个原因 似乎更靠谱些 据网友说 李一彤在训练的时候偷懒,不想训练 但当时黄婷婷作为监督 虽然两人关系好,却不能放水 李一彤对黄婷婷的监督很烦 于是发朋友圈爱粉黄婷婷 而黄婷婷很无奈 因为李一彤的行为感觉自己非常委屈 在这之后,李一彤更是公开说黄婷婷是白莲花 两人的关系就此决裂 对于团体兼成员的恩恩怨怨 我们无法分清 他们的友谊来得快去得也快 而作为这种类似生存类的节目